大家好,这里是绿症悟空IFU 今天是2018年10月21号 今天有一个比较瞩目的新闻 就是澳门的中联办主任 郑晓松先生在昨天坠楼身亡 官方对他的说法是说他患有抑郁症 那首先我要说希望他安息 这篇报道呢,他提出了五个质疑点 第一个质疑点就是认为官方的说法 和澳洲的澳门警方的说法是有矛盾 因为澳门警方目前还没有提及 这个所谓的抑郁症 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 10月20号,也就是昨天 那现在官方就这么仓促的 把这个抑郁症抛出来 作为他的一个死因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仓促 甚至有点此地无因三百两 也难怪底下的有就有评论 就说到什么呢 说你是抑郁症,不是也是 说你不是,是也不是 因为这个抑郁症 按照我们在网上能找到的一些资料 它就显示说 One in six people will experience depression at some time in their life 所以这抑郁症是他的 他是六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 在他一生当中某一个时间点 会遭遇到抑郁症 所以这样用这么一个普遍的 就是大概率的一个 一个常见的病 来跟他的死亡去放在一起 就说我个人觉得 确实有一点此地无因三百两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因为他这篇文章里面呢 又提到了其他的几个疑点 我比较关注的有两个 一个就是说港珠澳大桥通车在即 这个通车在即的时间点就是周二 23号会有很多高级领导人出席 另外他也提到港澳系统的贪腐不断 所以这两点呢 关于这两点呢 我就去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港珠澳大桥 港珠澳大桥呢 它是连接香港珠海还有澳门三地 会要打造一个一小时生活圈 就是一个小时之内可以走遍三地 这样的连接三地的这样一个大桥 它呢一旦建成了以后 就会成为世界上跨海距离最长的一个 钢结构 桥梁和隧道的两个结合的这么一个桥梁建筑物 那它呢实际上动工是2009年 但预计完工应该是2016年的年底 所以现在看来显然是拖延了 关于它这个桥梁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感受一下它的跨度 在海面上的跨度 我们来感受一下 作为世界上最长的钢结构桥梁 仅主粮钢板用量就达到42万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在海面上的跨度是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呢 显然它的安全因素就上升为重中之重了 那我们如果看一下 就是我在YouTube上看了一个视频 它呢是把港珠澳大桥 作为一带一路 这个项目的之一来介绍的 那我看了一下整个这个视频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它在整个视频里面 都始终都是在强调一个快 也就是整个似乎快 是整个港珠澳大桥的一个 施工的宗旨 我们来感受一下 它其中的有一点 所以八个月内 120个原钢筒的制作要完成 那么这原钢筒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呢 我们来感受一下 按照它这样规模的原钢筒 要完成120个 而时间呢 只有八个月 所以可见这整个它这个工程 这个视频里面都透着一个 就是一种不可能的快 是它的整个的宗旨 所以也就是说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 整个这个桥 是在跨海的 是这样最长的一个桥梁 所以它的安全因素很重要 然后现在又看到 它整个这个施工节奏 都是以快为它的宗旨的话 那么它的安全就更让人有点担忧 那关于这个呢 我就有注意到 就是首先是在2017年2月27号左右 有一篇报道 它就说港珠澳大桥没塌 但是港珠澳大桥的工程却是塌了 所以它这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桥梁跨海距离很长 所以呢 它这个工程之一呢 前期的工程就是要 做造一些人工岛 那么这个造人工岛的时候 它这里面就这篇报道就讲呢 它造出来的人工岛呢 有一些有很严重的 就是移位的现象 这个呢 我们看它这里面说的是 飘移 就是造出来的人工岛 它里面的上面的一些 比方说是原来设的一个地标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飘移 那么它这个飘移呢 已经达到说是 这篇报道里说是有90米 然后呢 它说陆正署 就香港的陆正署 在当时呢 开了新闻发布会 说早在2014年 就知道工程出现了飘移 但否认有任何隐瞒 而且说飘个七八米是正常的 就没有必要交代 关于这个呢 它提到事实上不光是 就是中文媒体有诸词的报道 事实上有一个海外的资深媒体人 叫Howard Winnie 他也有报道 是在2015年就报道了 那我有找到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它首先它说什么呢 它说是 这是一个70个亿港元的 一个填海工程 它是作为港珠澳大桥的 这个工程的前期 那么这个填海工程呢 它现在就是说 它说什么 has encountered a serious problem 就遭遇到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it is moving or at least a part of it are 比如说它现在呢 是在飘移 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在飘移 然后呢 它有讲到什么呢 就是它给出的这个飘移的数据呢 它是说这个是 我们看看啊 对它在这里 它说的是 part of the reclamation once moved 20 meters and there have been other movement in different part of the island of up to 7 meters 所以它说 所以它说 这个填海部分呢 有一个部分 是已经飘移了20米 而其他的一些部分呢 飘移了有7米 所以呢 关于它这个呢 它后面它底下说一句话 它说 the project is so sensitive the project is so sensitive that 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involved within says they have been forbidden to discuss it 也就是说 它说这个工程呢 是如此的 有敏感度 以至于参与工程的那些 专业人员呢 他们被禁止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问题的 也就是说 你有问题 但是你不坦然面对 你去禁止讨论 这个呢 就是把它的隐患 就是放大了 人为的给放大了 然后呢 我看它底下 它也讲了 也就是他们用了一种 非常新的一个就是手法 看啊 不是这个 这个叫 Non-dredging sailwall construction 它这个手法呢 翻成中文叫 非浸挖式填海法 也就是它说它海底的 本来那个海底的海床呢 是一种非常松的结构 它说形容就像一种 软豆腐一样 所以呢 一般来说 是要把这种 很松的那个海床上的淤泥 挖起来 但是呢 它没有采取这种传统的方法 采取了另外的一种 就是非浸挖式的填海法 所以呢 那么这种新的手法呢 是在香港从来没有使用过的 而这种新的手法呢 它是有可能造成就是 生态环境的一些影响 比方说是水的质量啊 对海床啊 另外呢 它也可能对一些粉色海豚的 形成一种额外的噪音 就是诸如此类会有一些 生态的影响 那么再有一个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它里面 刚才提到的有一个就是 就是说一般填海 按照香港 就是香港的一些常规的做法 如果是填海 它们会要有一个就是等待五年到十年 就是等待它这个填海 这个地基各方面都比较稳固了以后 然后再进做 在在之上呢 在有一些新的建筑 建筑工程 可是呢 这个港珠澳大桥 因为它是涉及到三地的 更主要它是由内地主导的一个工程 所以它呢 就是不能按照香港的一些 常规做法去做 所以像它这个在香港这块呢 填了很多岛 但是呢 它并没有等它这个整个这个 新田的人工岛 地基各方面 稳固了 等待这个五到十年的等待期 它没有去等待 直接就去 快马加鞭的 就去建 建那个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第三种隐患 所以第一种隐患 是它是 最长的一个桥梁 跨海最长的一个桥梁 本身在海面上 这个就不同于在陆地上 安全隐患就升级了 再次呢 我感觉它的整个施工过程 都是求快 这个呢 也增强了安全隐患 再往呢 就是它里面涉及到的一些 人工岛不止一个 至少是应该有 三四个人工岛 那么如果这个人工岛本身 没有等它地基稳固 就去匆忙去 在上面再建桥梁的话 这个又是一种隐患 那么究竟有没有隐患 可能因为从它2009年 也有一种说法 说是2011年开始施工的 不管怎么样 到现在也有六七年了 所以我们看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隐患的 曝光的事件呢 有的 这个呢 第一个呢 就是2017年的5月21号 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 这个大桥的安全成了隐患 它这个主要说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有人在建筑物料的测试当中造假 就是这个建筑物料呢 涉及到水泥和钢筋材料 在他们的花园报告的时候呢 是发现是有人在造假 那么在之后 因为这些材料都涉及到了 说一些比如说像人工岛屿啊 比方说像它一些防海浪冲击的一些水泥桩 所以这个呢是很严重的 另外在之后的一个报道呢 就在一天之后 5月23号 它就报道说 香港廉政公署已经拘捕了21个人 因为他们涉嫌在工程的混泥土测试当中造假 所以呢 这个还是因为他就说具体是怎么的 他说涉嫌以金属校准柱 以及强力混凝土砖 代替这个水泥的样本 伪造试验结果 测试结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严重的 也就是说真正施工的材料是一回事 拿去测试检验的又是另外一些东西 这个呢是骗的就是有点骗很大了 再往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2017年的11月份 他们再一次提出说 这个工程堪忧 就是关于水泥的质量 就是是不是达标 然后呢 就是在今年的4月4号 今年的4月4号呢 又有一个报道 说是港珠澳大桥人工岛防波堤崩落 中港互相推卸责任 他这里就提到说 大桥的两个海底隧道 人工岛防波堤都出现崩脚 其中呢 东人工岛估计有上千个 总重量超过千吨的水泥泵 就是一种消不坏 就是用来防御海浪的冲击的那样一些水泥庄呢 说有上千个 因为每一个水泥庄据我了解 是每一个水泥庄就一吨重 那么现在他说 有超过一千个水泥庄都已经是被冲散到海里面 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后面有一个 首先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里面 就是这个前端的这里 就是他们说的 就是崩脚的一个现象 后面呢 还有一个视频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所以这个呢 是原来的设计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边缘是应该是很齐整的 就这些呢 都是一些防海浪冲击的水泥庄柱 然后再看看他后面 他实际上施工以后的结果 看到了吗 就是这个前面呢 都已经是呈现 并不是像预期的那样 然后呢 当然他后面呢 他也有一个解释 因为这个视频呢 是2018年4月4号发布的 现在我们看到呢 这个他说的是 2017年7月的时候 拍到的情形 但他后面也有个解释 他说 他说刚才我们看到 滴下去的部分呢 是有一些 刻意的设计的时候 就比较往下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说法 可能是就是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也就是说设计的时候 确实也有一些这样的情形 但是他前面说的 已经说的很具体的 是说有上千个水泥庄 都已经是冲到海里去的话 如果这个如果是事实的话 那就不单纯是他设计 就是说有一种潜入水中 并不是按照原来的设计稿 是高于水面的 所以这个呢 我觉得仍然还是有移动 移动的地方 然后呢 最后呢 我就是想说一下 因为这个毕竟是星期二嘛 就要通车了 所以我觉得 但是因为他刚才我说的几个安全隐患 一个是他在海面上 而海面是基本上就是说 一旦出现的任何危机情况 他不像陆地 陆地你好歹还是有一个安全 就是说 他海面跟陆地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这个就是说 求生的救援的可能性 难度都不 难度都是相差很大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 基于现在我们目前刚才 我们发现的 我个人发现的这些问题 我觉得通车以后 赶紧 第一就是做一个高规格的 全面的检修检查 第二个呢 就是针对他海面上的 这个跨度 然后而海面上呢 又是很难施救救援 万一有情况的话 你这掉到海里面 它不像一个一般的桥 掉到公路陆地上 你还好歹还比较容易施救 我觉得应该配备 紧急应急方案 比方说是 常年的就是有海上的 应急巡逻 或者是救助队 之诸如此类的 所以我觉得是 以百姓的安全为重吧 因为这个桥 一旦因为它工程 如果这真是有豆腐渣工程 或者任何其他事情的话 一旦发生灾难 那都会是 非常惨重的灾难 还是请政府 以老百姓的安危为重吧 谢谢大家 拜拜